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昨晚4月18日晚上9時23分, 在澳門的路坦連貫公路圓營地發生了一宗奪命車禍, 事發當時有一輛旅遊巴同一部送外賣的電單車相撞, 而這名駕駛電單車的34歲外賣員就當場重傷不治, 看上去是一宗普通的交通意外, 背後亦隱藏著一連串的社會問題, 今集想和大家一齊探討這宗交通意外背後的故事。 對生活在澳門的駕駛者來說, 現在在澳門街出行或駕駛, 就一定是會見到一些穿著外賣平台制服的外賣員在馬路上穿梭, 而他們部份人都會駕駛得幾快, 作為同一條路上駕駛者, 有時亦都會有這些驚險情況發生, 我自己都目睹有不少次, 以前對澳門駕駛的人來說, 普遍都會比較討厭的士司機, 原因是有不少的士司機, 為了賺取更加多的車費, 接到客人就會以一個極高速的速度去駕駛, 甚至只要他前面無車或測速裝置, 他就會將車速開到好快, 又或者在鷹陽或鷹樽的情況之下, 都無是做到這一點, 就務求盡快做完這單再接下一單。 其實多羅多德本身是沒錯, 但妄顧交通安全和不遵守交通規則, 的確都是幾令人反感。 近幾年所興起的外賣車手, 就變成繼的士司機後另一類危險駕駛人士。 由於電單車和私家車不同, 體積亦明顯比較小, 所以更加容易在車輛中穿插, 到知經常都有險象橫生。 雖然外賣車手的交通以外, 就不是第一次發生, 但印象中澳門嚴重到要死人的個案, 可以講得上是首例。 可能有人覺得這些外賣車手, 其實都是同的士司機那樣, 為了多羅多德經常駕駛、危險駕駛, 搞到以外的發生亦都是最有應得的。 但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為何現在外賣車手的數量是這麼多呢? 還要有些車手在馬路上, 開到這麼快, 就真是他們要上多羅多德嗎? 先不要理這些交通以外, 是旅遊巴司機的錯, 還是外賣車手的錯。 以外其實誰都不想的, 根據澳門電台的消息所指出, 死者之前就是因為貴品廳結業而轉做外賣車手, 其實她入行的時間都不長。 她太太所任職的博彩公司, 亦都是會在今年的年中結業, 所謂家庭開支都會比較大, 正是每個月供樓都要2萬元。 首先,大家都還記得, 上個星期勞工局和工聯總會合辦的 定招聘會, 竟然有企業正是用月薪6656元的門閉去招請人, 6650元, 正是現在澳門最低的工資要求, 但是富不富便實呢? 住是四大基本需求, 衣食住行, 就算完全不用其他三項開支, 只是靠最低工資已經是無可能維持住那項。 政府之前叫大家放低身段, 好明顯已經不是放不放低身段的問題了, 而是生活甚至是生存的問題。 所以好早之前, 賭場貴賓廳、建業潮和其他代表人士就選擇 投身外賣車手這一行, 希望可以多勞多得, 靠自己努力維持生活問題, 不是去偷不是去搶。 另外亦都有人說, 外賣平台規定如果一個月之內, 送外賣準時率未達九成, 就要扣減薪金, 有時更加是會不合理地排單。 曾經試過要求半個小時後來要排五單, 試問在此情況下, 車手為了維持生計有辦法不開快車嗎? 其實這些問題均因究竟是政府沒有好好地監管這些外賣平台。 外賣平台在澳門已經幾年了, 相關問題經常都有發生, 為何到今時今日還未有任何監管和任何制度 去監管這些車手這些行業? 再講, 現在澳門是有大約900名的全職外賣車手 還未計兼職和自顧, 這些自顧方式和外賣公司建立合作關係的石頭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保障的。 公司也未必會和他們買保險, 如果是出了意外, 他們可以怎樣呢? 這些意外其實經常都有的, 就算昨日未有意外之前, 在我們市民之間已經好多人討論過這些問題, 但政府反而好像看不到那樣的, 事而不見的, 難道真的好像今次那樣要搞出人命, 讓社會大眾都知道才會有警覺的嗎? 希望政府可以在這個時候立法保障這些車手, 因為外賣平台澳門已經經營了好多年時間, 如果一開始沒有立法去管沒有立法去保障, 可以理解得到, 因為新事嘛, 但到今時今日那麽多年, 都還未有任何保障他們是趕不過去的。 以現在這個經濟來說, 之所以叫過失業率未去到那麽高, 未去到那麽高的怨氣, 就是因為多了人沒事做, 去了做外賣員甚至去走水貨, 現在甚至是有平台, 由一開始派單變成現在的搶單模式, 這樣就很容易令到那些車手開車期間的注意力是放在手機上的, 因為想搶多兩張單了嘛, 好似今次那麽, 這個個案是澳門現況的縮影來的, 賭廳沒東西做, 找不到東西去做外賣, 另一半又要做賭場, 但賭場可能很快又會不做了, 跟著供樓還要一個月, 供成兩萬元, 而且還未計任何生活開支, 其他開支, 如果有小朋友用到的錢, 只會更加之多, 你猜別人想做外賣的嗎? 以前賺錢賺那麽多, 現在做外賣, 其實已經是放下了自己身段, 什麽都放下了, 如果你說這樣都不叫放下身段, 我不知道怎樣才叫做放下身段, 這個狀況其實現在很多澳門人都在經歷, 就算想去放下身段找東西做都不是那麽容易, 不是說你不想放下身段, 而是現在外面所招聘的人工, 有幾低大家有目共睹, 所以好多人迫著要做外賣, 甚至要做走水貨, 這個已經是變成了一個澳門的常態, 再加上做外賣員, 其實是一個多勞多得的職業, 即是活化妄事段, 你越快完成到一單, 就可以快點再接下一單, 就會令到車手去開快車咯, 其實講到尾都是為了生活為了家人咯, 大家可以換個角度想一下, 如果你們那家人是那樣, 你們那家人會是怎樣? 甚至有人叫完外賣, 是會無理地給差評的, 你給差評好容易, 你暗個掣就可以了, 但收到差評的外賣員, 他們面臨的可能就是影響那個月的總體收入的咯, 為了補回那個部份, 可能又會再開得狼死些, 再做多幾張單, 那交通以外發生的機率又是這樣增多了, 我自己有個朋友都是這樣去送單, 跟著被那些七人車撞, 撞到盤骨碎裂的, 現在行路都是咄咄咄咄咄的, 甚至現在經濟是不好, 好有部分的人是會去偷外賣員的外賣的, 對外賣員來説被人偷了外賣, 如果他不報警的話就要自己吃個死貓他, 還有他那車費, 油費, 維修費都是要自己給的, 你這樣看其實做外賣都幾慘咄, 那麼希望政府真是好好地正視這個問題, 要監管外賣平台, 監管整個行業做更好他, 做外賣員不是偷不是搶是靠自己的努力去賺錢,是應該有合理的保障。 根據歷報方面的報導,這個車手的外賣平台是有幫他們買保險的。 後續如果有什麼新的消息,我亦都會和大家更新的。 最後如果大家是認識一個車手家人的話,請聯絡我們日更頻道。 我本人和我們日更頻道的群友都是想捐少少錢,希望幫到他們到過這次的難關。 今集先和大家看到這裏,大家有什麼想說,在下面留言,我們下集再見,拜拜!